我們回過來看一下Epifrenda 這邊您可以直接用免安裝的版本就好了 免安裝的版本直接點開這個就OK 那點開的時候呢 這個我先關掉一下 點開之後其實它有幾種方式 一個是說我可以直接開新的專案來做 也可以直接如果老師是要錄影的 比如說我今天如果不是要做教材 我單純要做錄影的 那我就開一個新的錄製就好了 那Epifrenda他比較單純 他只能錄螢幕上的畫面 只能錄螢幕上的畫面 所以如果通常假設這個 我要搭配我的那個攝影機的話 我就會搭配到那個程式 在螢幕上出現 也算是螢幕的畫面之一 對啊 為了看到畫面在螢幕上出現 不是也是螢幕上的畫面之一嗎 為什麼不能錄下來 看得到就錄不到嘛 那所以呢 這樣是一種方式 那如果老師是以做教材來轉的話 你就可以考慮用一個新的專案 我們來先看看新的專案 老師覺得容不容易用好不好 我們剛才講過他像什麼 泡桿對不對 真的 點下去 新的 你可以直接 老師可以直接揮泡桿來做 嗯 但是泡桿裡面 你要插入影片 好不好插 新版本的應該是還容易 但舊版本的就不太方便 可是還有一個缺點是 這樣你的簡報會不會變得大 會啊會啊 會變得比較大 所以比較不方便做 所以 你可以選擇 你看如果我是空白的 你可以選擇 這裡有預設的尺寸 有沒有 你可以看教材要做多大的 那你會發現說這些尺寸的話 這些尺寸的話 為什麼沒有剛好整數的 因為他要搭配什麼 我們一般的影片的標準 比如說你看他像這個 HD的有沒有 這個Full HD的 就是1920x1080 那HD呢 他就是在1280 如果是這個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DVD的品質 DVD的 好 這低一點的就 就不太適合了 所以一般至少我都會 如果說老師要做教材用 可能至少我們是在1024或800 600 可能這樣應該比較適合 所以我就是教室的畫面 或者是民道部的畫面 好 那比如說我現在就選擇用800 600好的 好然後右手邊呢 這裡 裡面 這裡叫幻燈片 我們在簡報裡面 包括裡面稱作什麼 頭五片 不懂得翻譯名詞 你要幾張 對不對 你要幾張 你可以從這邊決定 假設要一張 欸 既然就是這樣 你看左手邊 我應該增加兩張 好 來增加頭五片 你有沒有覺得看起來好熟悉的感覺 有 真的 就跟做簡報一樣 所以 它最大好處是 跳脫的簡報 所以跳脫的簡報 因為簡報 你就是只能 放簡報 但是我們 有時候可能是 你有其他文件內容 對不對 有可能還打字 或者是放影片 自己去做安排 那這個時候 這邊就方便用 像這樣去 跳 那麼 比如說 我現在呢 我可以有一段 那個影片 我想要加進來的話 您可以從上面這邊 一般大家會用到的 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 把我們泡河的內容 放進來 對不對 那這個呢 是插入圖片 插入聲音 插入影片 有沒有 就在這裡而已 就在這邊 所以很快 很快 所以比如說我先 抓住一張圖片好了 來 因為我們這邊 應該是 沒什麼太多東西 好 只能看這個 這個 大家已經看得 快爛掉了 好 進來之後 自己調大小 對不對 就看你要怎麼做 然後呢 你加文字 放進來 對不對 真的很像 Powerpoint 那今天呢 我給同學這個教材 除了這個 還想給他看一段影片 就把我們剛剛錄的影片 抓一個進來 啊 抓這個好了 好 進來了 影片 隨隨便便 調一下 有沒有 這邊一定要那麼大 我可以先給他看這樣 然後兩個去搭配 那 比較特別在哪裡 影片的剪接 對他來講是很簡單的 影片的剪接 您可以看一下 你看這邊 你看下面這個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時間軸 如果老師有曾經有用過 類似像 像 或是一些剪接軟體 就很像 他每一個 每一個物件都當作是一個什麼 當作是一個圖層 當作一個圖層 那麼 今天很顯然呢 這個影片的長度 影片的長度 是比較長一點 對不對 那你看呢 我點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剪接的工具就出來了 剪接工具主要是這一塊 在這裡 影片剪接工具 那麼它沒有提供很複雜的 它就是單純的 你哪裡要去掉 哪裡要留著 你看喔 比如說 我點了這個 點了這個之後 我覺得這個後面的 從這裡開始 我要從這裡到這裡 這一段我就不要了 假設這一段不要 那你可以選擇 當我把它mark起來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上面這邊 它有好幾個工具剪接 是不是都可以用了 一個是把中間這一段刪掉 就是這一個 有沒有 把中間刪掉 一個是說 我只保留中間這一段 前後都拿掉 前後都拿掉 對不對 好 所以我會像這樣 像在這裡 我就把中間這一段拿掉 它會不會是用補進來的 這是最簡單的方式 所以你看這邊講完了 這邊就好了 這邊 它會不會它沒有更新 不過沒關係 加列一下看看 看不到 可能要輸出一下 我不確定這邊 現在的問題 但是 基本上你就可以這樣剪斷 那第二種方式就是說 比如說老師 如果您要做比較精緻一點的教材 我可能講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可能講到這邊的時候 啊 這裡我要補充一下 我們 你看我們一般那個 電視上的 教學 比如說空大 或是我們現在很多 它可能 如果您要做比較精緻的 因為這一套是以做塑料台為主 比如說我講到這一段 我們畫面可能要切到簡報 對不對 那如果我直接用螢幕 用那個錄影機 去直接對螢幕這樣開 你覺得效果好嗎 應該不是很好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我們就來這邊 到這裡 你可以點到這邊這樣 一切為二 切開 有沒有變兩張 中間是又被查內咬進來了 對不對 甚至怎麼樣 把它當作簡報來 把它當作一個什麼 簡報的頁面來用 我在這邊 直接變第二頁 你看看 跟剛剛這個有點不一樣 剛剛這是一分為二 只是變成在同一個簡報 半分片裡面是變成兩個 但是如果我是用這個 直接變到什麼 有沒有直接變到下一段去 所以 老師如果中間你要加入簡報 你會怎麼做 插入葉簡報 不會 調整出去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子好了 所以教材 為什麼一定要那麼麻煩 不要那麼麻煩 老師可以搭配你自己的習慣 那不管你是為了內容也好 或者是 就是簡報內容 你就可以這樣抓來抓去的 比較麻煩 而且隨時要補充什麼 就直接放進來就好了 如果你真的是錄影之後 老實講要改的麻煩 我剛才有跟老師講 就是 這個錄三個小時 回去處理 絕對是三倍以上的時間 所以平常最好的方式就是錄完你 排在地步就熟了 因為我平常上課的話 因為我們教材都已經準備好了 上完課其實已經都傳上去 我只要把標語打完回家就好了 老師會不會覺得製作教材也是增加很多自己的負擔 最好的方法就是上課的時候就整理好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大部分上課的事情就是 我上完課 我的教材就已經做完了 就是我們上課要給同學看的 那我之前教材準備是老師要花時間 這是本來就一樣的 但是上課的過程 我們就不用花太多時間了 我上課可以領錢 OK 但是呢 我後續的教材整理 錄影的整理不用花太多時間 這樣的話就會比較方便 有沒有 老師發現這樣很快 那如果做好了之後怎麼辦 直接輸出 你看這邊 有沒有輸出影片 或者輸出成Flash也可以 只是如果你是輸出成影片的話 這是完全免費 也不會有任何輸水印 如果你要做護照的 所以護照的是 這個教材就好像那個 現在那個線上不是 這一張看完 然後下一張 有沒有 或者甚至做測驗 那個就是變成我們一般講的這個 HTML的 變成這個 或者是HTML5 還是變成Flash 那這個部分呢 因為是輸出所以 它會幫你加一個輸水印在上面 但是功能沒有限制 只是會有一個輸水印在上面 所以當然老師可以嘗試看看 你看我先把它輸出成影片 從這邊把它變影片 預設是用FP4 或者是ADI編碼 那都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比如說我變這個 然後我就按OK 它就把你直接做輸出 變成一段影片 依據你剛剛指定的大小 就直接做輸出了 就直接做輸出 這樣按你的原始檔 你要記得把它保留下來 因為這樣 下次還可以繼續做編輯 等於說你的教材的原始檔 這樣OK嗎? 給老師稍微試看看好不好 兩個方式 一個就是說 如果您本身 我這邊先取消一下 您本身剛開始的時候 我可以直接 建立一個新的專案 如果您是以錄影為主的 就直接開新的錄影就好 假設您是要做教材用的 我們就按一個空白專案 也可以 直接看出它您要的大小 就可以了 大小還有您要的張數 這樣就OK 張數不夠的 沒關係 就在後面再繼續增加就好 您也可以試看看說 你手邊 有這個簡報的那個檔案 可以從這邊匯進來 它有一個匯入簡報 匯入簡報 應該是在 插入這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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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這邊 來自炮 這裡 那你就看你的簡報 沒有哪幾張 要叫進來的 直接勾一勾就好 我先把官員還給他 您稍微試看看 看看這樣跟您一般 再用花粉有沒有一樣 真的 學習流程 就是那個曲線 不會太難 主要就是用名照 用它 而且剛好它有中輪 所以可能老師在使用上 應該會比較簡單 得到 要懂嗎 啦 你… … 感谢观看